各位观众大家好 几日里他和思命一直反复修改力竭命宝 生怕磨难不够多 达不到目的 又详细地安排帝君沉睡后的事情 对仲林和流光威逼利诱 两个人才答应替他保守秘密 对外统一口径说帝君带他闭关修行 凤九觉得自己安排得也妥当 仲林流光守着帝君 承郁思命陪他到凡事 如果遇到特殊的情况可以求助连宋 他轻轻地亲了下帝君 刚想起身 帝君动了下 伸手把他抱进怀里 久而陪我在睡会 凤九把帝君的银发整理了一下 我去给你煮碗糖水 喝了我们再睡 山房里凤九看着一碗糖水 想到要给帝君服药 心头小鹿乱跳 这事情就是说出去也没人敢相信 可他白凤九真的要给帝君服药吃了 他稳住心神 掏出帝君给的丹药 缓缓地把它融化进浴碗里 闻了一闻是甜甜的糖水味道 小心地端进了寝殿 凤九进寝殿时 帝君已经醒了 他心虚得很 不敢看帝君的眼睛 帝君醒了 坐在床边 搅动一碗糖水 吹着热气 一会 下定了决心 摇起一勺糖水 向帝君嘴边送去 可以喝了 帝君看着他忐忑的样子 很想逗弄他 九儿陪我喝 我 我不喝糖水 怕胖 我喜欢你胖一些 喝一口 凤九手抖了下 可 可这个是加了料的 哦 什么料 他脸一红 就是那个 那个书上说的 给你补身体的 反正我不能喝 帝君快喝吧 帝君笑笑 九儿是觉得我不够好 凤九急忙辩解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又红了脸低声道 帝君很好 这个是 哎呀 就是大补的汤 那好吧 我喝 一碗糖水都喝光了 他看帝君还是很精神 盯着他的眼睛问 帝君不困吗 帝君笑笑 我应该困吗 帝君不是说这个 哦 还想睡吗 嗯 那我有点困了 凤九想起 姑姑平日哄阿里睡觉的样子 把帝君的头扶到自己腿上 我哄你睡啊 轻轻地哼唱歌谣 帝君唇角一出笑容 双手搂上他的腰 闭上眼睛 凤九哼唱完一支歌 等了会 轻轻地喊了几声 见帝君没反应 想叫帝君躺好 可帝君的手就像掌到了他的腰上 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挪开 他还是不放心 低头在帝君的脸上一顿亲 见帝君真的没反应了 才松了口气 给帝君盖好云被 嘟囔道 吓死本狐狸了 出了殿门 流光见他出来了 笑嘻嘻地道 内腹被放倒了 哼 那是自然 你给我守好了 掉跟头发似就扒了你的皮 怕你醒了吧 凤九再三叮嘱重铃 一定要看好帝君 才进了书房 私密已经端了一碗水在等他 凤九拍拍心口 吓死我了 我也吓死了 小殿下喝吧 早去早回 凤九接过水 几口喝了下去 怎么是甜 话还没说完 人失去了知觉 倒了下去 紫色的身影一闪 帝君稳稳地抱起了他 爱惜地看着他 傻丫头 私密抹了一把冷汗 出了书房 想想帝君几日前 看凤九历节命宝的那个表情 叹气 我就说吗 帝君老人家哪有那么好糊弄 你还给帝君下药 那药不是自己吃了 流光看帝君出来 你确定不跟他讲 嗯那连清静要不要我陪你去 你留在宫里看着九儿 我闭关十日 他也醒了 随你 帝君有事就说 又道 我可不是帮你 我是冲白凤九 我们是一家人 九儿和我是一家人 你不算 帝君 小气得很 凤九沉睡之日 帝君掉服连清静 闭关 敢在他睡醒前出了关 看似什么都没发生 只有仲林和流光知道 帝君内伤严重 请殿里 凤九还在沉睡 脸色红润 细叹周身蒸气涌动 帝君握着他的手 宠爱的看着 搭了下他的脉 应该还有几个时辰醒过来 帝君笑笑 亲了下他的额头出了店门 流光躺在大殿顶上杀太阳 见帝君出来 飞了过去 帝君还好吧 好 白凤九几时醒 四五个时辰吧 不等了 他醒了又得被你霸占 流光说完向宫外走 你去哪里 魔族传消息来 说我衣服快不行了 他查到了我的身世 叫我回去一趟 等一下 帝君喊住他 你不能去 流光转过身看向帝君 笑道 我又不像帝君无父无母 活了三万多岁 总要知道爹娘是谁 走了 你的身世只有我知道 流光停下脚步 看帝君神情肃穆 不像是戏弄他 走回来盯着帝君 你如何得知 我父母是谁 院子里一片禁忌 帝君缓声道 跟我来 他跟着帝君向密室走 进了密室 帝君看着他 你应该自小被易容了 我先捡了你的易容术 流光从小在魔族长大 混的也是八面玲珑 事情见的也多 可今日在自己的身世面前 一颗心却按捺不住的狂跳 还有一丝恐惧 他从未怕过什么 如今那丝恐惧是为白凤九 他怕再也见不到他了 准备好了吗 流光心中忐忑 面上却不动声色 有何准备的 你说这是魔族人的易容术法 你怎么会解 帝君没稍微动 可听过魔族少晚 那谁不知道 这是他从哲言那里学来 又修改过的术法 曾经我看过无数次 流光不再说话 任由帝君对着他施法 伴住香后 帝君画出个镜子递给他 他愣愣地看着镜子里的银发少年 惊恶之余又充满了愤怒 冷冰冰地盯着帝君的眼睛 东华帝君没有戏弄我 没有 流光压抑着心中怒火 走进帝君 那我是谁 你无父无母 自然不会有兄弟姐妹 那么我是你的孩子吗 你既然有夫人为何还要欺骗白凤九 又为何丢弃了我 帝君想过他知道 自己的身世定会惶恐 却不想他给自己找了个父亲 看着他愤怒的脸 你的确跟我有关系 但不是我的孩子 你该叫文昌 文昌 文昌帝君 流光记得这个名字 这是白凤九的心魔 他最不想听到的名字 帝君看他不语 悠悠地道 三万年前 我把妖尊飞成封印在混沌时 飞出了一缕妖灵 你知道里面还封印了魔尊的元神 当时我被他们纠缠 一时无法脱身 只好分出一缕元神 施法 幻化为我的影子去追那一缕妖灵 此后 我追查了许久 那缕妖灵却不知所踪 我的那缕元神也没在归位 几百年前 既然巧合 终于知道 久而出生之时 妖灵被封印在他的凤与花之中 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义父说过 他在混沌山外捡到我的时候 就是个婴儿 混沌之地自古未开化 我猜测那旅元神幻化的影子 应是受到混沌之气的影响重塑了骨血 落在了混沌山之外 洪荒岐使他叫文昌山 三生时尚 我本无姻缘 却因这一旅元神 生出了姻缘 刘光看着帝君 终于明白 魔族美女如云 可他从未有情 为何见了白凤九一面就生了情 为何连颂一直说他像东华 原来这一切都是天命 他茫然的看向帝君 你早就知道了 一直在查 直到你受伤 看到你体内有吃惊血的痕迹才确定 即便你说的是真的 那我义父捡了我 为何要给我易容 帝君看着他 几乎和自己一样的脸 你长得